听说长白山天池 每年大概只有90天能看见 那我真是人品爆发 在二道白河第一晚 就看到了这样的晚霞 绝了 第二天 竹风天气起 上位冰封的天池 把画面美成了偶像剧 而剧里还有个彩蛋 你可真是狗生无憾 你也来了 这个从上海经历 就拥有姓名的古老山脉 没有辜负他名字里的浪漫情怀 长江手 到白头 就是长白 天池下第一场雪那天 距离它不到60公里的森林里 秋意还正浓 这个森林里 现在就缺一道光 来了 光来了 然后台前上的螺固 就变得很可爱 顺着这条隐藏路线 迎楼向前 有燕和古老的长白山 一起轮回的自由冷泉 冰雪溶水 在火山泉湖沿地下融绿沉淀 近约30到60年才能理解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长白雪天然雪专矿泉水 要把水源地放在这了 我盯着那个不停冒泡泡的泉水 盯了很久 你说它是不是在引诱我 你快来尝我一口 它的味道像森林里下了第一场雪之后 你抓了一把苏软的雪花放进了嘴里 沿着大自然搬运工的水源地旅行 总是有惊喜 什么样的水源 就孕育什么样的生命 在长白山第一场落雪之后 我喝到了如同松软雪花的味道 长白山的冬天开场了 我想让你知道 冬天这个 꽃来益 都行 都应 都应